赞彩 鞋 黃鹽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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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天天就是這樣 黑小黑 懶人鬥貌法 爺爺每天微信部署一部 小黑微信部署一万部 小黑已经累的 动也不想动了 唇你的小熊熊 唇你的小熊熊 小黑 大家早上好呀 还记得我们在以家推荐 养猫家庭非常适合高低床吗 我们先还不还上了 其实我和爷爷一直都在留意 大理二手市场上的高低床 这次终于蹲爆了 样子满意 价钱也满意的 然后赶紧就弄回了家 reporting 你看 所以大家看到了 高低床的好处就是省人废猫 像一个小摆尖 这个猫咪通道我们要做一个改造 它现在是高处空间的一个主干道 但是呢它有一点窄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拓宽 另外呢就是因为它上面是水泥墙面 我们擦洗起来其实挺不方便的 所以想把它改成一个木栈道 这样我打扫起来就会更方便一些 另外猫墙是我们这个房间最早做的猫系设计 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想要把这些跳板的动线 再做一个优化投着 让它更合理 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常每隔一个月 会对所有的跳板做一个安全小检查 然后每三个月呢会做一个大检查 检查它是不是牢固等等 那今天呢借着调整动线的时间呢 我们把它的大检查再来一次 第一步我们要把有问题的跳板先拆下来 看一下这块板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上边没有铺防滑材料 然后还掏了一个洞 以至于小猫咪们会有这个打滑的风险 所以我们把它拆下来换一个 那块有问题吗 稳吗 好 然后爷爷就用他的肥大的手 来试一下稳固性 哎呦 还能转个圈 哎呀 上去了 哎呦 早早先上最上面了 爷爷 他根本就不跳就两个跳板 就沿着这个边儿走呢 呵呵 怎么了 哇 爷爷在拒那个上边的通道的木板 我们这次用的是密度板 白色的 然后它就有这个面 擦洗起来比较方便 这些就是我们准备用来铺 上面通道的木板 已经都锯了20公分宽 那因为我们这是废料 所以呢 就是锯了很多 到时候就拼一块一块接一块的 我们准备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第一块板要让一下这个新风 然后一点一块一块的往这边铺 哎呦 你现在真的很像一个师傅 好像挤木 全部完工 这里我们就 等着做下一步的改造 哎 这个通道改完以后呢 从原来的10公分宽 拓展到了20公分宽 好了 来的 车 我不行到 别说话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来机场接冰冰 从非洲回来的冰冰同学 黑了4个色号 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环节呢 就是要开箱一个从非洲带来的什么量的礼物 我们现在先回到他家里去家里开箱 冰冰回来 从非洲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买奶茶 因为非洲的路实在是太破了 你怎么给这电话呢 轮子啊 每个轮子都换了 太烦了 接下来进入毫无分享环节 服装各种主要 哇塞 首先这是马赛 就是马赛人的那个 马赛人 他的那个 类似于这样 但是我觉得 得是不是脱光了衣服去戴下一个小的 发开箱 但是这个我就想说挂的也很好看 所以我买的是大的 然后挂着让他旁边很好看 全是都手工的 但是跟这个系列一起的 然后买的两个小的 这个抖在头上是吧 不 我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在柴杯店啊 这是我就想说都是挂着的 不是不是 我知道这个更挂着的 这个是这样的 它有个绳 本来穿的那是这样的 堵这个地方的 没有衣服穿的 它就是堵这个地方 是 好像真的是 真的 那就是祈祷两个 这挺有分量的 不是什么轻飘飘的那种 马赛人 哎呦 真可爱 这个就是什么 对 这是葫芦 就是马赛 就是在那 纳特龙湖 附近 因为当时为什么我买这个 他给我们的钥匙 每个钥匙上都刷一个这个东西 我对了都想把他们随走 就这么大个儿吗 还是小 每个再大 这是什么大 我跟你说这个 这个就是做桌布都有点硬 你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买贵了吗 买完这个之后他挺该的送了我一个礼物 他说送一个礼物随便挑 这是一个放胡椒的还是放牙区的 人家一般都送两个 一个盐一个胡椒 哪有只送一个的道理 他都是送我的一个 一个是一个孔 有一个是三个孔 然后你这是和解四个孔 然后我砍到九刀 你疯了吗 九刀也就七九六十三 也就六十三块钱两件 对 腰果 我觉得很便宜 但是我买超人是书的 我在尼泊尔买这个还很便宜 对 我最烦就是那种戳人家底价的 但我觉得心理价格就很好 咱们从那里开始不说价格了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不就是为了穿女孩吗 难道是 难道是你拿一个出来我们就 天哪 没见过 可可况你只拿那儿腰果 他现在想帮你惯的是吧 不是 他是摆在那儿的 有可能已经一年了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What's up 马赛的球长不会有一个这个吗 拳杖 对拳杖 第一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话太多了我就这样 然后你就会安静的听我说话 不会 我这个颜色的球 拳杖多 当然有什么用处啊 捣算的 不是的 马赛人特别的力量强大 他们怕动物 如果狮子来的话就会捶狮子 狮子就会捶死了 拿这个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那这个捶过狮子吗 不知道 但是他们用过的 因为那个马赛人特别的 我们有狮子多的吗 我呢 谁一样就是这个 对 这是用过的 他们只是觉得我太猛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送给我了 送给你的 哦 这是送的 就是马赛部落的人他很喜欢我 当然也是小费给的多 我觉得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小费给的多 就是他们给一个棒锤 那段掐掉啊 哈哈哈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你们猜这是用啥做的呢 瓶瓶 啤酒盖 啤酒盖 你好厉害 我不跟你说啊 这个玩意小红书博主应该都能做 哈哈哈 买到top one满意的 好 他们的面具 你们俩自己拆吧 这是送给你的 反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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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不错 转过来看一下 哇 哇塞 好精致啊 这是 一男一女 马赛人 习瓜面具吗 哦 这个不错 哇 这个更好吃 这个是面具的 其实不是面具的 那个对 就是木雕 木雕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对 然后这也是个木雕 干嘛 喝嘛 哦 好可爱 好萌啊这个 是的 是的 这个好萌啊 对 很有机能力 而且是盖了当地的车 盖了车 还有油票 哦 找了 我主要是钱都花光了 但是 我还是给你们留了一个 最后一张礼物 什么钱 哇 还挺新的吧 这是我留到最后一点 哇 那它其他的壁纸子上面 都是动物吗 嗯 不一样的动物 哦 都是大动物 动物大头 这是两千 相当于一美金 嗯嗯嗯 差不多 看起来挺穷吧挺落后 但 环保意识非常强 在这个方面的文明就很强 我觉得非洲有态度 我们可以 就这么说吧 我在大街上没有人看过随地图台 嗯 我觉得这个我就 就像你说你看到他们也就是 会比以前一样改变一点 对黑人的那种 嗯 我之前就是中国人印象就会觉得黑挺害怕的嘛 反正是真的有点不容易看成 哈哈哈 你可以感受到 虽然 他们的经济肯定没有我们国家那么好 然后光脚跟我们踢足球 嗯 但是他们至少 看到人会 从内心的发自微笑 嗯 有那种比如我们田间地头看到小孩看到我们车过 跑二里滴滴滴过来 哎 然后就被打招呼 给我感动的 然后他们 很纯粹 非常纯粹 因为我们私 我有个就是 我们叫私心向导算是一个人嘛 嗯 他说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 就看不到白人 然后 所以他们觉得能看到白人 就是会让我一天心情都变得很好 嗯 巴也为他觉得中国人是白人 他没有觉得什么黄人 外国人 就是黑白粉 对就是黑白粉 他们就是就是觉得能看到他就好开心 然后就就讲 啊他跟我打招呼了 好开心今天 嗯 所以他每天就是 就是即使我们就是会摇摇车窗跟他们打招呼的话 我们能下了以后把车窗放在里面 能不能打招呼 就很可爱 嗯 嗯 嗯 我全部都是黑白粉 的狗大 非常好 冰冰桌子的窗景 四天仓的 要是我那个初中高中有这样的 就是学习的地方 学习成绩能多50分 考50还是多50 多50分 考50还是多50分 考50分 考50分 好 要是要测试 然后我去两天 去两天哪天 那天是周末我喊的 今天我们带小宝早出来玩 在冰冰家拆礼物的那天 我就到了一个电话 是Smart官方打来的 他说我中奖了 然后我俩当时都懵了 怎么回事 就因为我们提车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平常在视频里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用车体验等等 其实我在Smart APP的那个社区里面也发 然后我就中奖了 奖品在我手里 登登登登登 就是官方邀请我们去苏州参加 Smart Times的车主聚会 这个车主聚会呢 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参加这种活动 其实都有两个哀人 是有点慌的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邀请函 看它是一个Smart车标logo的样式 然后呢 今年刚好是Smart品牌25周年 所以它这个车主聚会搞得超级隆重 给大家先看一下日程 从下午2点到9点 全都是安排 然后呢会有明星到场 李宇春 刘宪华还有个米卡 然后呢 那天不是在冰冰家吗 我们俩开始觉得 哎呀算了 就两个受恐人士还是不要去了 但是冰冰一听这些明星 他特别喜欢米卡 然后他就表示 你们不去我就去 最后 把我搞掉了 对 然后夜最终在家里照顾五个小毛孩子 我和冰冰 对 我们两个闺蜜行 出去玩一趟 然后呢品牌 希望我们可以多拍摄一些 在车里的视频 这样有机会再次被抽中 放到他们的官方宣传视频 那我们可不拒了 我们可太多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们带小毛岛出来 跑跑车玩一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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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